开悟 你处在黑暗之中 是因为你大多时候生活在无觉知层面 那些情绪 诸如嫉妒 贪婪 责怪 愧疚 愤怒 恐惧 怨恨 不安和无价值感 通常是在无觉知的被感受 你不想承认这些感受就在你的心里 所以你把他们埋藏起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消失 他们只是在无觉知层面运作而已 以至于你很痛苦并处于内心冲突纠结的状态 却不知道其原因 这些感受被压抑下去 并在无觉知层面被体验 就此而言 你是处在黑暗当中 当你允许这些感受上浮时 你才能够有觉知的体验他们 并承认他们是你的一部分 你就把光明带进了那片黑暗 当你允许内疚或者嫉妒 或者占有欲上浮时 你就把光明带进了你内在的那片黑暗 当你以无条件的爱与接纳的精神 允许越来越多的感受上浮 而不是要他人为你负责时 那么这片黑暗将会逐渐消失 直到有一天你会开悟 开悟只意味着黑暗的消失 开悟意味着再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在无觉知层面运作 很有可能不会有人彻底开悟 这是因为当你拥有更多的光明时 叫声层面的无觉知意识 很有可能会上浮而表露出来 集体层面的无觉知意识 也会在你的内在升起 需要被带入全面的觉知之光 宇宙层面的无觉知意识也将会升起 开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它允许一切从无觉知意识的暗处上浮 并进入觉知之光 直到有一天黑暗全部消失殆尽 处理情绪之痛 处理情绪之痛的唯一方法就是感受它 你越是以轻柔温和的方式去感受它 它就变得越容易 处理的方式完全可以轻柔温和 你可以没有抗议 没有抱怨 也没有指责的去感受它 没有必要去修复 或者把痛苦赶走 只是去感受它 进入它 如果痛苦来自过去 那么它要的只是被体验 过去的事情还未被体验 是由于当时太过痛苦 你在当时也太脆弱 所以你就压抑了痛苦 这些事情在等待着被体验 以便能够被释放 如果你真的对自己温柔 你也许会发现痛苦 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庞大和可怕 是由于你拒绝走进它 才给了它规模和力量 走进它 它就会消失 我所采用的常规途径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痛苦 总之是让它 是让自己感受它 你没有必要对它做什么 你没有必要铲除它 你没有必要拥有它 你没有必要了解它 或分析它的来处 只是感受它 并允许它表达 如果是愤怒 就大喊大叫 还可垂打坐垫 以静心的方式去表达愤怒 这意味着 你以负责的方式 允许怒气全然真实地表达出来 但不要陷入其故事里面 怒气来自过去 与当下无关 如果是悲伤 就哭泣吧 不要担心有纸巾 让眼泪尽情流淌吧 如果是痛苦或是受伤 就去感受它 但是不要有抱怨 抗议 责怪或者分析 你会触及 你从未想到过的 内在的爱与喜悦 它就深藏在愤怒 痛苦和受伤之下 成就 我最大的成就是寂静 当我做着时 就只单纯的做着 别无其他 我在寂静中 不过 谁会注意 谁会关心 谁会静收眼底 谁会轻耳细听 药无一人 在我的静默里 这些都无关紧要 因为我没有寻求认可或接纳 我没有寻求任何东西 我只是 是 大多数的成就 是被认可和接纳的欲望所驱使 孤独 当你能够接受自己是完全独自一人的时候 突然你环顾四周 却发现自己并不孤单 存在 正包围着你 它在呼欢 欢呼 你就是它的一部分 生活是一支舞 而你是那舞者 助人 随着你的觉醒 你的临在 对那些未醒之人 将有巨大的帮助 对需要指导的人 伸出你的双手 支持他们 与他们同在 这会帮助他们 你必须给他人的最有价值的礼物 就是临在的礼物 但是 切勿对他人说教 切勿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 切勿自以为是 切勿好为人师 在帮助他人时 要提防Eagle的介入 Eagle一直有其密不可宣的动机 他会巧妙的努力 让自己凌驾于被助者之上 这是获取权势和地位的狡猾游戏 Eagle总是在为自己寻找好处 即便这好处只是在天堂门前 得到的几声表扬 基督是觉知状态 而非一个人 耶稣是一个人 以觉醒到那个觉知状态的人 头脑的本质 头脑最基本 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 分类 识别 和比较 你所经历的每件事 都要经过头脑的加工 被识别 分类 标明和比较 所有这一切都在 无觉知的层面进行 头脑需要把你目前正在经历的安排 到它已知的经验领域里 大多时候 这种分类功能 是常规 而不会特别令人不安 但是 它能阻隔你对当下时刻 实相的感受 它让你觉得 你早已经知道了这里的一切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 不用实际的去看 去听 去感觉 去触摸 或去闻真实存在于此处之物 因为你早就知道了 知识是你麻木僵化 它让你入睡 你会错过体验生命的机会 因为你的知识总是属于过去 它永远不属于当下 直接的失误 然而 有时候这种分类功能 非常 并非常规 而且会令人非常不安 你过去有一些体验是危险的 于是当它们被识别 并作为记忆 储存在头脑里时 会被接上特殊标签 危险 当心 这些被标记的过去的经验 通常是你儿时早期的经历 它们曾使你觉得 受到了伤害和排斥 而且常常伴随着愤怒的感受 你当前的任何经历 凡是能勾起那些被标记的经验的 都会触发你的警报系统 而让你特别的警觉 就真实感受而言 你正在回溯早期的经验 把它投射到目前的情境上 而你就像过去所作那样的在反应 你有理由认为 在儿童早期对你构成危险的事情 显然已不再是威胁 然而你仍旧依据儿时的处境 像个孩子似的在反应 只要这些经验仍然处在无觉知状态 你就会继续这样做 头脑的主要目的是生存 恭喜你活下来了 现在你的头脑要做什么 头脑会制造一千个问题 以便能够找到一千个答案 心理反射 在头脑层面 你条件反射性的相信本来就不真实的信念 并且你亲认这些信念来定义自己 你被性别 种族 宗教和国籍所界定 所定义 所有这些都定义 你是谁 你不仅接受了这个定义 而且还在这个定义的界限和制约内生活 就其本质 这些都是幻象 然而 你仍会誓死捍卫他 与一个穆斯林相比 一个基督徒在朝圣 卖家时 其身心感受会全然不同 但是卖家仍然是卖家 不管是谁在朝拜 不同之处 仅仅在于心理反射 如果一个澳大利亚人和一个美国人 都在听新调旗之歌 他们对此歌的感受绝对不同 但是这首歌依旧如此 正是头脑的这个方面导致了种族和宗教和种族歧视 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并最终引发了战争 冷酷严峻的现实是你被训练成确信这些东西真的就定义了你是谁 然而他们没有 这种条件反射把你禁锢在你人格特性的最外壳 不摒弃这个条件反射 你就无法挣脱束缚 而向你本体的中心移动 不放下这个条件反射 你就无法从梦中醒来 你也就无法觉醒 踏上觉醒旅途的人 必会脱胎换骨 此为觉醒的激进本质 如果激进是门 爱就是钥匙 依据神的旨意 一切都按其应有的方式在展开 如果已经发生了 那是神的旨意 如果正在发生 那是神的旨意 如果将要发生 那仍然是神的旨意 你迷路了 是因为你认为 你要有一个目的地 假如你不再为自己设定目标 或目的地 那么你就不可能迷路 在当下时刻 没有目的地 两把密钥 两把密钥 可以使你如愿以偿 并且随心所欲 第一把钥匙 允许他人如愿以偿 并允许他们随心所欲 你给他人这个自由越多 你自己拥有这个自由也越多 第二把钥匙 完全不执着于结果 这会使你心无挂碍的 去要求自己想要的 去争取获得自己想要的 因为即使没有成功 你也毫不在意 力量 在头脑层面 你会感到毫无力量 并且你借助获得权势 来避免这种感觉 然而你获得的权势 总是和他人有关 你觉得你的视力 比一些人的大 但是总会有人 比你更有视力 因此你新建立起来的视力 实际上就很不稳固 和他人相比而形成的权势 和他人相比而形成的权势 绝对不是力量 它是力量的幻象 因为它只能暂时的 缓解你的没有力量感 不过你可以发觉 自己内在的真正力量 这股力量的源头 就在你本体的最核心 而且与他人 和你周围的世界 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神的力量 这是一的力量 你进入自己的内在越深 你和这股力量的源头 连接九月多 我独自一人 此刻 但并非 穷穷竭力 我独处是由于我 已彻底放下过去 我没有念头 也没有情绪 我只是在这里 在我的寂静里 此刻 我独自一人 不要混淆孤单与寂寞 快乐就在旅途之中 不要太过匆忙的抵达终点 到达后 你将做什么 你抵达的那一刻 游戏就结束了 你只是走路 吃饭 说话 接纳如是的一切 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做 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去解决 没有你可以严肃对待的戏剧 甚至都没有生与死的戏剧 那么你会做什么 这趟旅程是从此处到此处 能够抵达的唯一时间是此刻 抵达光明的唯一途径 是穿过黑暗 切勿害怕黑暗 当下时刻是通向永恒之门 如果你站在门口足够久 神就会来迎接你 通常我们在头脑层面运作 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经验 都要经过头脑的过滤 然而 头脑永远无法参与当下时刻 它永远无法参与此处此刻的时向 头脑的运作只能是在过去 或者在过去的投射及未来 我们能够觉醒至高级觉知层面 我们能够觉醒至临在层面 在这个层面 我们不是活在头脑中 而是活在当下时刻的真理实相中 当你觉醒至临在层面 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已毫无关联 只因当下时刻全无过去的染灼 你无需修复自己 那是化舌添足 你所要做的 是从过去觉醒出来进入当下 自由的代价是允许他人自由 很少有人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一旦你真正了解了头脑的本质 你就会开始觉醒 当主人认识到仆人已经接管了房子时 他或他不可能再继续沉睡 在临在层面 你已经完整圆满 你无需成长进入这个状态 或者修正自己 你只需要融入进去 你只需要醒来 觉醒是个持续的过程 有时觉醒可能很突然 也很深刻 但大多时候 它是个假以时日的温和过程